歡迎收看 我光幫忙 管 管 管 前女優都沒這樣管我 康哥表示 妳換屁啊 漂亮啊 男人尿尿也要管 做成尿尿這件事是一種食物 為什麼呢 怎麼會呢 不會啊 我不會就是做尿尿 對 手要壓住 手要壓你會不會碰到 對 你有這麼長 你要先 剛起床那時候那個尿尿 剛起床 所以要先壓在座嗎 對 服裝品味他很有自己的堅持 我要先拍照 我要拍照傳給他 對 他同意才可以 他同意才可以 你今天服裝他是有控制過我嗎 沒有…這我自己穿的 下一條我們看一下 他是每一個終點都要接電話 打電話你必須要接到 我為了要接這個電話 我在游泳池 我跟他反應多少次 他最後他只回來一句說 你知道他說什麼 不要… 2 2 2 3 2 3 大家晚安 大家好 好了 今天要討論一個 這個 非常值得我們 這個深思 的一個問題 就是 這個不能這樣講 好緊張 你是不敢講對不對 怎麼一直結尖八八 前女友都沒這樣管我 你管屁啊 所以我們三個人來講 是現任老婆的意思就對了 哦 不是 你不是哦 我沒有參加這個討論 你不是要簽的耶 什麼啦 我也不是 那只有我參加 我沒有簽而已 我有試耶 我要先找 大家都還不敢講啊 不敢講怎麼弄啊 對不對 找這一票都沒有老婆的 有 有 這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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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集 定庭呢 我唱歌 可以給你們妹妹 讓你唱歌好不好 好啦 我們今天要聊的就是說 就是說這個 女孩子總是很喜歡管男生 那有的時候管的時候 我們會覺得很抓狂 那請問一下 那一板子拿起來 請問一下 就是女孩子管你什麼事情 讓你真的受不了 點菜 等一下 點菜也要管 那點菜 點菜 什麼意思啊 是為了你們的健康啊 為了健康不要管 等一下 你是因為 你是因為坐餐廳 坐餐廳然後去 去市場進貨 他也要管 還是說你吃飯就點菜 可是這個其實 分前期跟後期 嗯 因為男女交往久了 前天剛開始的時候 你會發現 他就完全是附和你 對 我們今天要吃什麼 麻辣鍋啦 對 想吃點什麼湯包啦 想吃個麵什麼之類 他完全尊重你 是 但是時間久了以後 相處久了之後呢 基本上你想要吃什麼東西 對不起 你就沒有完全 辦法照自己的意思去做 哦 對 大家有沒有發現 有 會不會覺得 沒有 是這樣嗎 應該會是 有啊 你出生飯 想吃個麻辣鍋 他跟你講說麻辣鍋 因為天氣這麼熱 會上火不要吃 上火 不是說什麼 吃應該說什麼 他就不願意 對啊 炸豬排 他說油炸的不行 對 對不起重點來囉 他只要他想吃 對 對不起 怎麼點都行 他要吃麻辣鍋 你就非吃麻辣鍋 吃豬排就吃豬排 他想要吃這個 我跟你講 尤其這一點 是結了婚以後更嚴重 沒錯 對不對 然後呢 還有就是 拿小孩當這個籌碼 小孩不能吃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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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太多了 什麼 你說太多了 一人都會做 來 怨氣很深 而且他們理由很多 沒錯 但是我們講同樣理由就被打槍 對 只要他可以 對 這個炸豬排 你要知道的 我覺得太油了 這麼久沒吃 偶爾吃一下會怎樣 對啊 偶爾吃一下真的是還好 可是如果說你們常常想吃的話 我們就還是會為了 你們的健康著想 這都是最高 然後自己吃那麼爽 對啊 那你為什麼你們可以吃 為什麼你們不能吃 因為我們很偶爾吃 你可能三天就想吃一次 我們可能三個月才想吃一次 那因為可能你最近可能比較胖 或是膽固成過高 或者是也你知道年紀大了 所以我們就會稍微就是 幫你們控制一下 你們的飲食 看到沒有 這就是女人 沒有 隨時隨地都要控制你 不是 所以你這個現象是最近發生的 什麼最近 一直以來 換了老婆還是一樣 對啊 還以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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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對不起 來 楊梓 管人尿尿嗎 人尿尿 這男人尿尿也要管 我覺得這個是 我目前最大的問題 你逼吹 逼成這樣喔 沒有 不是必殺 我跟你講我尿尿已經是 絕對控制到非常準 所以說他是說 一個半小時才能尿一次 不是 我上課前沒有肥大 是就是住的時候 我們家 我媽她自己有一個廁所在 所以我們家都是男生 那我們其實沒有那個 把蓋子掀起來的習慣 這第一集 可是這第一集 我馬上改正 所以一定會牽起來 可是牽起來呢 你還要知道要放下來 就是你上完以後 你還要放下來 你要為了後面的人著想 對 為了後面的人著想 因為他們會說就是 沒有 其實正確的是 連蓋子都要蓋下來 對啊 對 就是 可是那你到時候 你要上的時候 你不是還要打開嗎 你沒熟的 就那0.1秒還好棒 可以用嘴巴 對 我們有做到 對 好 接下來就是 你蓋子拿起來 好上完放下來的時候 你還要先注意 因為我們有時候尿 我們有一定的高度 我們尿的時候會從裡面噴 彈出來 彈出來 彈到邊邊 飛劍出來 這真的不是尿道的 那我們就會 就是必須要擦死 那是因為強的 對 因為有力的時候 我們一定會爆肚 噴射 一定會有這種狀況 OK 好 然後接下來呢 因為這樣子太浪費衛生紙了 對啊 就讓它風乾就好了 再下來就是 我覺得做成尿道這件事 是一種 為什麼呢 怎麼會呢 不會啊 不過就是做的尿尿 等於有一天割攝護線的時候 你就知道做的尿尿 可是你知道嗎 我曾經試過做的尿尿 可是真的 我們做下來的尿 有時候剛開始會有一個狀況就是 那個尿會從那個縫 縫裡面滲出來 所以手要壓 對 手要壓住 手要壓你會碰到 碰到斜坡 這個斜坡很噁心耶 所以你要 你要這麼長啦 你要先 對啊 有時候 剛起床的時候 早上要剛起床的時候 要壓下去 你要先壓 再做 你尿尿要這麼常幹什麼呢 尿尿就有的就好了嘛 剛起床的時候 那個尿尿 剛起床 所以要先壓在做 對 那我是碰到那個積水啊 是不是覺得男生做的尿尿 不是癢耶 還好啦 不會啊 是還好 真的假的 真的 而且真的比較衛生 而且旁邊擺一些雜誌 你可以邊尿邊看 所以做的尿尿是正常 做的要OK啊 對 你要反省 對不起 而且有醫學報導指出 男生做的尿尿 對身體比較好 對社會比較好 但是如果說 如果說你現在不習慣做的尿 你真的你要多費一道功夫 就是 撕幾張衛生紙 把旁邊擦乾淨 對啊 你一定要做這個動作 要不然你每一次尿尿就去洗澡 有沒有 邊洗邊尿 乾淨 最乾淨 最乾淨 我今天原本想說 我這件事情出來 是大家可以共鳴 然後幫著我一程 有 我們有共鳴 教你怎麼正確的方式 對啊 我們還錄在一起 好 哥哥教你 我們都是這樣 先壓再做 好 這樣 不要坐再壓 對 過不去 好不好 而且要壓全程你知道嗎 好不好 了解吧 好 接下來林勳豐 綁架你手機 對 我覺得這個很合理 對 就是有一個女生 她每次去 不管我去到哪裡 她一定會在線上看我 有沒有在跟人家聊天 就是無時無刻 有一次我去打籃球 不是打完輸就會下來休息一下 我就在線上跟群組聊天 她就在馬上 在你的APP就傳給你說 你現在不是在打籃球嗎 你為什麼還在跟人家聊天 我說因為輸球 下來就是會在群組 休息一下 對 不行 她說你一定是在跟別的妹妹在聊天 那你有曾經就是被她發現過嗎 不然她為什麼異性病 不可能我這麼專業 我以為你要說你這麼專業 對 而且她每次只要跟你見面 她一定把你手機搶過來 開始滑 先檢查 等一下 為什麼 有了另外一半以後 我們不能在線上 跟別的異性朋友聊天 可以啊 可以 我覺得那是因為剛好 所以為什麼不行呢 我很懷疑你們的心態 所以我才問她說是不是曾經 我們這樣問 你行嗎 我就是問我自己問她 你什麼大語言啊 她就是無時一刻都在檢查手機 有一次睡到半夜她忽然起來說 今天我還沒看你手機 你到底什麼事不要抓過 我們不在 我就是沒有 被抓過吧 她可能想她戰友欲太強 是 對 因為我們好用 她不想把它給別人用 不想變成別人 沒有安全感 沒有安全感 所以她無時無刻都二十小時 在監控你 那她可能曾經有發生過什麼事 在你之前 兩位 你們會看男朋友手機嗎 不太會耶 因為我也不喜歡別人看手機 要比會吧 看手機我不會 重來那個 收聲 收聲 他會這樣說 沒有 我是覺得還好 可是有一些朋友真的會這樣子 但是應該大部分 我覺得是男生的行為太可疑 那我問你 如果說你們的手機 你男朋友一天要看 你會覺得煩 會啊 所以我不太做這種事 因為自己就會覺得煩了 因為這種有點不尊重人的感覺 對 我覺得尊重還滿重要的 尤其偷看 太多了 偷看 很討厭 對 偷看惡力 光明正大看還好 但偷看真的有一點 偷看 過分 你是被偷看的 偷看 我今天如果跟朋友吃飯 你也會希望我跟你講啊 如果你的男朋友也沒有這個習慣 他就說以後我們不用這樣子 可以嗎 你願意嗎 不行 他就不行 他們就是要主導 不是主導 還在 還在演戲 對不對 還在演 用這些話术來包裝自己 就是要控制廣告 好不好意思 不是 英雄會意見 今天講太多內心話好不好 公益 公益啊 公益啊 公益啊